张亚珊一愣 说道 老爷 我万万不敢撒谎 这的确是表妹的笔迹啊 林氏被欧阳志一声怒吼吓了一跳 他让张亚珊说是半年前送的帕子 自然是要让欧阳志相信他们勾得已久 认定这孩子不是他的 一时之间也没想到 欧阳志既然能从简单的末迹 就能猜出这帕子是近日缩写 听到张亚珊的话 林氏猛一机灵 恢复了原有的气势 老爷看仔细了 到底是不是周姨娘的笔迹 老爷 笔迹是可以模仿的 只要看过周姨娘的字 出去随便找一个摆摊卖字的先生 就能模仿出一模一样的来 这有什么奇怪 李姨娘不冷不淡地插了一句 看到欧阳志脸色一变 知道他已经相信了大半 今天这场戏 还真是精彩 装神弄鬼地到我跟前来了 李氏冷冷说道 侄儿 我看你这院子是不干净 不过不是周姨娘有什么不轨 而是有人存心信害 欧阳志脸上一会儿发青一会儿泛白 指着张管氏恶狠狠地道 拖出去 给我往死里打 张亚山心知不妙 还没来得及叫出声来 醉妈妈已经瘫倒在地上 大声道 老爷 老爷饶命啊 老奴是迫不得已啊 还不把这两个雕奴的嘴巴堵上 林氏反应极快 泪声喝道 立刻有八个粗屎婆子上去 把两人嘴巴堵住了 不顾他们死命挣扎 将人拖了出去 李氏冷眼看着 并没有阻止 弄鬼地喊捉鬼 林氏真当自己眼睛瞎了 耳朵聋了不成 要不是看在侯府和他包兄的面子上 早就连他一并处理了 这时候欧阳暖却道 爹 当务之急 是不能把事态闹大 到时咱们家没脸不说 要是外人知道 这欧阳娘是为了证明 自己的清白才死的 岂不会误会 娘亲这个竹目刻薄阳娘 到时候 可不会像今天这样 把人处置就可以晚结的了 恐怕连尚书大人也会惊动 弟也会因此受到牵连呀 一想到这里 欧阳智不由打了个喊颤 恨声道 从今天开始 不许再提周英娘的事 对外一律说她是病死的 谁再提一句 家法处置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最为懊恼的就是林氏了 本想着李姨娘硬生生将畏罪自杀 说成了一死证清白 自己就把张亚山拉出来作证 有了肩膚 还怕欧阳智不相信吗 谁知道这个该死的欧阳暖 三两句话就让自己的苦心付诸东流 实在是让他恨得不行 欧阳智一路阴沉着脸回到福瑞院 一关上门 他就冷冷呵斥 所有下人都退下 自己绢了椅子坐下 气喘吁吁地瞪着他 林氏心中有些忐忑 脸上却还笑着靠上去的 老爷 欧阳智二话不说 一个巴掌狠狠招呼上来 林氏短促尖叫一声 左脸上挨了一巴掌 不敢置信地摸了肿了半边的脸 眼泪汪汪地看着欧阳智 一副委屈的模样 欧阳智怒气冲冲地问道 说 是不是你在后面捣鬼 你见不得姨娘生下儿子 就串通张亚山来冤枉他 逼死了他 是不是 你从前的鲜梁淑德 都在哪里去了 亏你还是侯府出身 这样的事也做得出来 林氏委屈地说道 智狼 你对我一定有误会 一娘们为老爷开枝散业 我高兴还来不及 怎么会做这等恶毒之事 一切都是那张亚娘 她之前告诉我说周姨娘与人有私 我查证后 发现周妹妹确实和张亚山走得特别紧 正巧大夫说她怀了孕 我当时气坏了 只愿她不懂事 与人有私情不说 还珠胎案结 就想方设法先把消息隐瞒下来 谁知道有那些个不怀好意的 暗中往院子里送些脏东西 又将脏水泼到我的身上 在老太太无礼 我却一直死死瞒着 宁可自己承担罪过 也不想让别人知道这等丑事 事后 那张亚山非一口咬定自己与周姨娘有私情 我没了法子 只好把她送去给老太太决断 今天听你这么一说 才发现此事的确有蹊跷 老爷 我纵然有错 也是错在太过忧心里 心肠又软 生怕混淆了欧阳家的血脉呀 林氏将所有过错 一股脑都推在曾经是丫鬟 现在被抬成姨娘的张氏身上 一心一意就是要让欧阳智相信自己 张亚山脑子坏了 说没有你在背后指使 他敢说自己与我的人有私情 欧阳智冷笑道 林氏又哀气道 知道 这内缘一直都是我在照顾 我诬陷周姨娘 不是说我自己管教不严吗 你好好想想 我怎么会这么傻 过去十年中 林氏确实将欧阳府管理得很好 算得上是自己的贤内助 欧阳智被他说动了 迟疑道 不是你还有谁 林氏叹口气道 唉 你还看不出来吗 知了 我向来管理家极为严格 上上下下得罪了不少人 你若让我说出这幕后黑手 我还真的说不出来 你只要想一想 哪个最不想我重管后院 又是哪个有本事 让老太太替他说话 李姨娘没少在你那里吹风吧 欧阳智说不出话来 林氏又道 他们这个法子倒是好 非见我们夫妻感情 又损了老爷的名声 我就说呢 自己得罪了什么人 竟然这样狠毒 非要将这脏水泼在我的身上 你别说了 欧阳智蹚地站起来 我不信月娥是这样的人 林氏奔到她的怀里 泪如雨下道 好好好 智朗 我什么也不说了 旁的你都可以不信 可我们十年来的夫妻感情 你总该相信的 我对你一往情深 别是为你豁出命去又怕什么 怎么会做一丝一毫 让你不快乐的事啊 欧阳智心里动了动 虽然并不信李姨娘那样娇弱的女子 会是幕后主事 可心中对林氏的怀疑 却也消了几分 林氏轻轻吸了口气的 好痛啊 智朗 你真舍得打我 范如 是我不好 我叫丫头进来替你擦药 欧阳智已是信了林氏的话 急忙要去开门 林氏一把按住她的手 柔声道 别 也不怕下人瞧见了笑话 你若真的疼我 房里有药油 我去取来 你来给我擦吧 欧阳智点了点头 林氏心里终于松了松 刚要露出一个笑容 眼前却一黑 突然晕倒了 欧阳智吓了一跳 赶忙让王妈妈进来 连夜请了平常 给林氏看病的钱大夫 钱大夫切了脉 不由笑道 恭喜恭喜 夫人这是喜脉呀 此言一出 林氏十足的惊喜 一时间竟然激动地 说不出话来 王妈妈赶忙道 钱大夫 您快仔细看看 夫人这两天受了气 可别伤着了孩子 钱大夫闻言 哪里不知道 王妈妈言下之意 当即笑道 难怪有些滑胎的征兆 还是要多多休息 保持心情愉快 小心安胎才是啊 欧阳智本以为 没了一个孩子 现在却从天上 掉下来一个 已经洗得 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连忙叫钱大夫 血药方子 又一叠声叫人 去老太太那里报喜 林氏红着脸 故意说道 老爷 钱大夫都说了 有些不稳当 你现在告诉老太太 但以孩子抱不住 怎么办 快别胡说 欧阳智人面露喜色道 大夫都是这么说的 没病要寻出点毛病来 说是你哪里都好 还有人家看什么 他这么说 就是让你安心休养 什么都不要管 你放心吧 老太太那里有我 定不会再让你受气了 这次 你可一定要给我生个儿子 钱大夫一边写药方 一边笑道 夫人 欧阳老爷都这么说了 您就放心休养吧 欧阳智笑道 钱大夫 你好好替我夫人 捡几副安胎药要紧 若真是个儿子 到时必有重谢